我們剛剛有解釋過溫度的部分對不對 溫度是什麼 溫度是什麼 熱熱的正宗 溫度是正宗 那剛剛那個 冠妮你要說什麼 你說熱能的 溫度是熱的那是什麼 熱能的散發 熱能的散發 我剛剛是講說我也忘記了 OK 回來回來 假設你剛剛沒有聽過我講說熱 你們現在對熱什麼是熱 什麼是溫度 有什麼感覺 溫度是什麼 對呀溫度是什麼 震動 溫度會燙 會冰 是一種感覺 還有溫度是什麼 震動 溫度是有震動 所以你平常知道溫度是什麼震動 你看到是不是在震動 我覺得它是靈驗都在震動 OK 但是你現在後面我們科研 有去發現之後 會產生熱 溫度可以產生熱 所以溫度高的時候可以產生熱 熱就是一種溫度 應該這樣說 再講一遍 熱就是一種溫度 熱是一種溫度 熱是一種溫度 對 熱是一種溫度 一種溫度 好 我覺得這是溫度跟熱 好 現象 溫度是用來很量冷熱的一個現象 溫度是我們用來定義它 就是我們把冷冷冷的事情做個定義 所以我們溫度就有所謂的 攝氏溫度 華氏溫度跟凱氏溫度 那熱到底什麼 熱是一種 我們現在目前只有感覺啦 熱是一種感覺 那熱其實是一種能量的一個表現 我覺得是比較 什麼 比較 比較 比較熱比較什麼 就是比如說我覺得 今天溫度的水比較熱 然後明天可能就接溫度水比較冷 OK 那是一種感覺嘛 對啊 是一種感覺 對不對 我覺得是一種比較 比較 就是你跟十五度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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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跟他做比較之後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十五度的水比較熱 OK 這次比較沒有錯 在我們所有的度量分來講 比如說體重比較重 體重比較輕 你只要有單位 它就變成比較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定義它的一個刻度 定義它的溫度的大量 我們就不討論時間 那所以說 剛剛講溫度是比較出來也沒有錯 熱是一種比較 那剛剛你講的東西 跟自己所講的東西不一樣 他說同樣是十度 今天覺得它比較熱 我明天覺得它比較熱 那是感覺上 那是感覺比較 就是說你跟自己感覺比較 跟個人比較 對 我知道你跟他講的不一樣 你講的跟他講的不一樣 我現在講的這個是知道 對 我知道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熱的一種現象 那熱的現象 真的來講 我們剛剛講的是震動 那溫度怎麼傳遞 我覺得震動來講是怎麼傳遞 音色還有 只有輻射 或是說物體的 我剛剛講就是震動來講 它怎麼傳遞 物質傳導 物質傳導 對 怎麼傳導 就是 就跟那個 陰波類似 跟陰波類似 你看兩個東西接在一起 這邊震得很快 這邊震得很快 我覺得是藉由那個 就是 就是 分子在震動的時候 產生那個熱 或是 你在 分子震動的時候 感覺到 它的溫度 溫度 溫度就是震動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把溫度 已經變成 看成震動了嗎 它在震動的 就是 在震動的過程 我們會感受到 然後 有點像接收之類的 接收 像是說 你在靠近某個物體的時候 你就會 然後 如果呢 物體周圍 你在震動的 就是 譬如說 那個分子在震動的時候 產生了 產生了 或是 熱 或是 乘了 能量 對 不是 你震動會不會產生能量 不會 不會 不會產生能量 震動會不會產生熱 會 不會 會產生熱還是不會產生熱 不會 會產生熱還是會產生熱 會產生熱 會產生熱 不會產生能量 什麼叫做產生熱 怎麼產生熱 我剛剛是什麼時候 能量就是熱 所以不會產生能量 所以不會有熱 能量不是熱 你知道兩個就是一樣的 好 對 然後咧 我們說這杯水是熱的 我們從圍觀的角度看 這杯水每個分子都在震動 那杯水每個分子都在震動的時候 會產生能量嗎 還是會產生熱嗎 熱 怎麼產生熱 這兩個都不會 讓我們感覺到熱 跟產生熱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不是 會傳避熱 提琳 人家自己講 你說 如果說是熱 因為有時候熱才產生那個震動 然後它震動其實是在消耗 震動會消耗 所以假設這次最算是保溫杯 它因為震動所以它消耗很亮 所以能量會降低 它會降低啊 會降低能量嗎 會啊 要降低能量度啦 降低它熱 熱 我剛剛講這是一個保溫杯 那保溫的效果非常好 不會有能量傳出來 不會有能量傳進去 所以它分子在震動 所以它能量要傳進去 這樣對嗎 完全沒有熱的消耗 完全沒有熱的進去 沒有能量的進去 能量出來都沒有 所以它不會有能量 所以它震動會不會 這個震動的狀況會不會消失 不會 不會 它會一直持續的 它也不會增加 OK 非常好 它一直持續的不會增加 也不會降低 這震動不會有改變 我這個傷 那是什麼 你就不管這個 這個震動不會消失 也不會增加 這個震動一直維持的 這叫做慣性 另外一種慣性 你沒有能量給它 這個能量是維持的 所以它震動的頻率是一樣的 因為物體有震動 所以你感覺到它有溫度 所以不是因為震動產生溫度 懂我意思嗎 我們不是因為震動產生熱 而是因為震動我們感覺到熱 我會覺得這東西很熱 因為我手碰到它的時候 我的身體感覺它震動很快 所以我覺得它很熱 那懂我意思嗎 並不是因為它震動產生熱 也不是因為震動產生能量 因為這個震動是它的一個特性 它不會因為這震動 增加能量也會增加熱 這樣有幾個意思嗎 來 證明 你說震動會產生什麼 震動會產生什麼 那什麼東西產生熱 熱是一開始我給它能量 因為我用火加熱 對我火增加熱 我能量灌進去就是水 所以你知道水什麼會被改變 水裡面什麼會被改變 關系 分子的震動平均被改變 分子的震動平均被改變 它能量越來越高 分子震動越來越快 跑得越來越快 對不對 它這個水分子是跑得越來越快 震動越來越快 所以它在震動的時候 改變了它的關系 什麼關系 什麼關系 關系 它在震動的時候改變了它的關系 我是重複你的話 我沒有增加熱的話 那我現在要改變 那你來 在灌進去的時候 改變它震動的關系 OK 非常好 我今天一個物體停在這邊 我用力去推它 我給它能量 是不是它會改變它的運動動動態 真的 這是一個分子 我加能量給它 會改變什麼 改變它震動的關系 它震的頻率越來越高 它頻率越來越高 就我們從外觀來看 它震動頻率很高 表示它溫度很 很大 很高 所以我以後面出一個實驗 就是有個人用一個蜜蜂的水瓶 然後一直攪拌 然後水就會這樣 沒錯 我們給它能量 我們給它能量的方式很多 一個是加熱 一個是加熱 我給物理能 我給它攪拌攪拌攪拌 它是給它能量 那是不會讓水溫成量 沒有錯 所以我還說是乳和常 溫度是一種現象 我們對 所以那個叫我那個 電池爐 就是 就是 就是電池爐 一直傳 傳遞電池波 然後讓水子震 喔 電池爐啊 你是說 等等 那我 等一下 它現在講電池爐 你現在解釋它嗎 沒有 那我就是想跟它問同一個問題 OK 那就我就想 問派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有人說 它在等關係 是不是 它沒講什麼關係 陳佑你剛剛說什麼 電池爐 電池爐說是 用電池波 使水 持續振動 OK 那你要問什麼 那我要 那我要 是不是 嗯 我要跟它講的不一樣 是不是 電池波的能量 傳達到 傳達到 水的分子 是 水的分子震動 的 關係被改變 然後 它 不是 都不是 電池爐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關係 陳佑你也沒有 沒有 好 不是 電池爐不是這樣的 陳佑你剛剛講的是微鍋爐 為什麼要做微鍋爐 微鍋爐 我們的微鍋去改變了分子的震動頻率 直接把能量改變水分子震動 讓水分子震動加速 水分子震動加速之後 也就是水的溫度增加了 水的溫度增加了 它會把水旁邊的物體一直增加 那因為幾乎所有的物體裡面 都含有水分 所以只要這個物體裡面的水分被改變了 它的震動頻率增加了 這個物體就會加熱了 懂嗎 那溫度是一種現象 溫度是一種現象 所以我們對著熱的感覺 對 現象怎麼現 現制的現 現制的現 我是啦現制的現 現這很辛苦 現像 劉老師 那個 什麼是凱視啊 好 那我們回來 其實剛剛講過了 哪有 剛剛講過了 哪有 唉唷 我不喜歡你這樣子 我們在講說 這我都會了 就不聽 我沒有不聽啊 我們剛剛是下課好了 對 快要下課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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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凱視呢 我們在講溫度的定義 因為我們講溫度是這種 對熱的感覺 可是你的感覺跟我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標準 這個很長 這個很短 我就比這樣子 有時候很長 有時候很短 怎麼比 不知道 所以我們定標準 就拿瓷來量 所以同樣的溫度是一種感覺 可是如果溫度高溫度低 感覺不一樣 所以拿一個標準來量 所以很久很久以前 華氏是被先定義出來 華氏用冰跟鹽 放在一起 炒飯炒飯炒飯 他的最低溫 就定他是0度 那是0度 他是華氏0度 冰跟鹽 就好像水運 冰跟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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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華氏0度 接下來呢 我們用人的溫度 我們定他是96 可能是100度 華氏100度 然後呢 在沸騰的時候呢 我們快點量 到華氏有212度 這是華氏的定義 可是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是國二 這是國二的 這是國二的 我們靜位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們開始喜歡 百分靜位的東西 都跟一些其他物理 比較相關的東西 所以就有人定義了 他拿水來定義 水開始結冰的時候 他把定義成0度 水開始沸騰的時候 把定義成100度 就是攝氏了 攝氏做定義的 攝氏定義完 跟華氏定義不一樣 兩毛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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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浮200度 可以負300度 可以負400度 可以負500度 可能300度 還滿挺重的 溫度到兩分 所以要震動的就是 OK 溫度有下限 溫度沒辦法 溫度沒辦法一直往下降 溫度就有下限了 攝氏 攝氏目前來定義是 負的273度C左右 那負2007度C 就是天井負的很麻煩 就物理的 所以就有人 做這個實驗 就說好吧 那你把 不能再降的那個部分 叫做零度 絕對零度 所以這叫凱氏 OK 那負1度是怎樣 負1度C是有的 負1度C是有的 但是沒有負0度C 所以凱氏就是絕對零度 是啦 凱氏的零度 凱氏的零度是絕對零度 然後凱氏就定義了 就是說我當溫度 降到那個理論值的底線 那就是零度 我把它定義這叫零度 其他每一度 就跟攝氏一樣的意思 水就跟攝氏一樣 然後那個 不是跟攝氏一樣 我說其他都跟攝氏一樣 所以 冰結冰的時候 凱氏幾度 373度 是273度 冰 水沸騰的時候是凱氏度 373度 沸騰是373度 那是凱氏的定義 因為凱氏定義的零度 那攝氏一度的凱氏幾度 274度 你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並不會說 因為它是274度K 所以你覺得很熱 好冷喔 對 它是零度C 所以273 對 因為 它後來發現 就是說 它定義絕對零度 絕對零度 就是負了273度 它定義那叫做零度 它怎麼發現 怎麼發現很簡單 實際上就是 我們拿一個體積 的空氣 假設這是零度C的時候 它的體積是那樣子 你開始把它降溫 -10度C去量到體積 它縮小 -20度C的時候去量到體積 縮小 就縮小 它越來越縮小 越來越縮小 越來越縮小 你可以看到趨勢 我們就可以畫 總 假設這是溫度 這是零度C 這是-10度 -20度 我應該畫這邊 我們要寫 所以-270 就是一個小晶體而已 好 這是體積 它會發現 我溫度越低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低 而且是一個曲線 越來越小 越來越直線 所以它打熱機用後延伸 因為它做不完 沒有辦法 然後後延伸 發現 它的交叉點 是多少 不得273 為什麼那個時候溫度可以高 沒有辦法 所以它實驗粉就放這裡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做不到 它就是分子都沒有辦法 它實驗做不完 這是延伸出來的 可以延伸 我實驗只有多少間 我們可以延伸這條線 還可以用推算的方式 還可以用推算的方式 那用推算的啊 那設施是怎樣 設施 設施是用水的結冰跟水的沸 那我們現在能溫度可以最多 最低可以到幾度 人為止得毀了 知道 絕對零度嗎 沒有辦法絕對零度 不拔的 不拔的時間 可以讓那個短暫 變成絕對零度 我們事實上很難做的 它嗎 副四十多 副四十多 我們 我們應該是說 地球上最低屋 在哪裡 你可以做到累積 應該是南極 現在是南極 因為北極 但是我上次物理老師跟我這樣講 他們有種實驗 怎麼實驗 就是有辦法人為這樣 當絕對零度 可以喔 人為這樣 學了零度 他怎麼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機器 用到什麼分子正中 暫時清智 對不對 好 或許有辦法 用機器 我知道機器 用什麼機器嗎 用什麼 我舉個例好了吧 這是一個冷氣機 他把室內的溫度降低 他要把室內的溫度降低 他要把室內的溫度降低 他把室內的溫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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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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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進去的時候 再把它變大 好 我這個東西他不知道 我簡單講 他整把室內溫度降低 可能要把室內的溫度排到外面去 不是把室內的溫度 把裡面的熱給帶到外面去 或是說把他能量拿到外面去 把裡面的能量拿到外面去 當裡面的能量一直越來越低的時候 能量沒有的時候 變冷了 他就變冷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有地方去丟這個能量嗎 我就只有外面拉 是不是 你可以把溫度能量一直拿出來 然後拿來越來越熱 怎麼去拿來的能量呢 好 換個角度一下 我這是一杯水 100度C 我希望他降溫 我必須放他怎麼樣環境才能降溫 冷 外面冷 其實你放在外面的溫度 外面的溫度比他低 OK 外面溫度比他低就能 我放幾度的時候他會降溫 假如外面都是90度他會降溫 會 他會降溫 會 他會降溫 會降溫 他會降到90度嘛 我外面都是80度他會降溫 會 他就能量流出來的意思嘛 我要讓能量流出來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有地方降溫 降到比他溫度低 他能量還會流出來 所以能量的流度上 溫度有關 溫度越低 能量就會流過來 可是重點是 你把能量 比如說 冷氣機在有夠的話 你把熱能帶出去的時候 那外面的空氣 那外面的溫度會不會提高 當然會啊 當然會啊 所以你要降溫 就是要找到低溫嘛 你可不可以降到0K 可以吧 你要降到0K 把這裡面降到0K 是要旁邊要找到幾 多少溫度 你要找到0K啊 請問這缺益這有沒有0K 沒有啊 所以有沒有幫忙降到0K 有辦法 這樣這會怎麼 那為什麼會可以做出這種事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不知道 哪來的這種機器 我不知道這種機器在哪裡 怎麼做到 我目前不知道 所以 這是有困難的 我認為是有困難的 我認為是有困難的 OK 所以我先開始 我就寫0度K嗎 呃 這個很特別齁 這個我剛剛為什麼這樣 我們在講 度F的時候是這樣寫 度C的時候是這樣寫 可是人K以為沒有寫度耶 呃 就寫0K 就寫0K K不想度的 等一下 那那個說 我看一下 OK 什麼是溫度 什麼是溫度 溫度是這種現象啊 哦 你怎麼知道 是有現象 那個我外面寫到你們就開始討論了 OK 我當然要來討論 陳友 好 下次齁 不要先寫 因為你急著寫每個人寫的 進度不一樣 所以你不知道我們在討論 先聽 都給他聽著 哦 聽著就在慢慢寫 那溫度和物質有什麼關係 溫度什麼 再講一遍 溫度和物質有什麼關係 震動 對 物質的震動